罗斯古诗文诵读千百年 欢迎来到罗斯古诗文 梦里他感觉很惬意快乐 惊醒之后 庄周开始思考 是我梦到蝴蝶了 还是蝴蝶梦到我了呢 庄子并没有陷入几重梦境的苦恼 这如诗如画的梦境 渗透着他的哲学思想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唯一 在哲学思想上 庄子继承和发展的老子 道法自然的观点 使道家真正成为一个学派 他也成为了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被后世尊称为道教祖师 南华真人 道教四大真人之一 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 在中国哲学领域中 可谓独树一致 能单挑儒家学派 同时还能和佛家思想 决战紫禁之巅 江湖地位十分了得 道是老庄哲学的核心 但老子与庄子二人思想上有所不同 老子说 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就是说 对道的追求 依靠的是减损 减损内心的欲望 妄求 偏执 骄傲等等障碍 最终减到无欲无求的自然状态 也就慢慢接近道了 简单说来 老子的道是靠清内存 庄子的道是天道 是效法自然的道 庄子认为 道是客观真实的存在 把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 否认有神的主宰 他说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唯一 意思是 人的生命与天地万物的存在 本质上是一致的 束缚人自由的是 人们自己的主观认识 因此 不管宇宙同不同意 他主观上消除物我之别 与天地万物其一 只有其同万物 妄缺外在的一切差别 才能真正自由 简单说来 庄子的道 靠的是扩内存 让内存大到装得下宇宙万物 而在治国方面 庄子反对 儒家的以理法治国 和法家的以法律治国 庄子认为 儒家的人义 理法违背人性 使百姓失其谱 而法家的刑法治国 使得百姓不仁义 德行衰落 因此 庄子和老子一样 主张无为治国 任其自然 儒家墨家推崇圣人 而道家老庄二人 则反对推崇圣贤 老子说 不上贤 使民不争 庄子认为 圣人的主义学说 不过是 窃国大道的工具 罢了 同时 对于儒家 君君臣臣 富富子子 这一套等级观念 崇尚自由的庄子 也是坚决反对 他认为 道通为一 道在万物 万物平等 庄子的思想 集中在庄子一书中 这本书现存33篇 其中内篇7 外篇15 杂篇11 全书继承老子学说 而倡导自由主义 蔑视礼法权贵 而畅言逍遥自由 老子认为 道可道 非常道 庄子也认为 道不可言 道不可言 又不得不言 所以 庄子采用的是 预言 支言的方法 想象奇特 形象生动 气势壮阔 此外 还善于运用 各种辟语 活泼风趣 睿智深刻 这些写作方式 让庄子的思想 像水一般 不会惧怕 后人的肢解 也使他的观点 不会被历史淹没 有历久迷心之魅力 庄子的文字 有浪漫主义风格 想象高妙 天马行空 流畅通达 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 一朵奇葩 将先情散文 退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庄子之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 并不亚于孔梦 如文一多所说 中国人的文化上 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 鲁迅也说 我们挂孔夫子的招牌 却都是庄子的私书弟子 因为有了庄子 我们的文化 多了一份难得的灵气 也多了一份 对自由的渴望 多了超越现实 人伦社会的高远思考 这节课就到这里 罗斯古诗文 诵读千百年 下节课见